大家好,今天脑涛给大家介绍一道改良版的重庆纳紫鸡丁 鸡肉是在Costco买的,没有骨头 这块肉大概是600克左右 调料如下,红洋葱1⁴切成末,姜2片切成末 酱油1½1TB,料酒2TB 糖少许,青花椒少许,胡椒少许,甘纳椒50克,青花椒10克 没有的话,红花椒也可以 葱,没小葱,我拿了一个大葱 一根 我现在把这个肉丁,那个鸡肉已经切成了肉丁,蛮大块的 这里有一些肥的肉就不要了 现在我把酱油 料酒 红洋葱 姜 胡椒粉 花椒和糖倒入 现在开始抓揉,抹擦 让这个水分被肉充分的吸收 花椒和辣椒是明天再用 我现在把这些揉好的鸡肉放到冰箱里面 让这些汁充分的被这些肉慢慢的吞死 好,明天再看效果 这个肉已经从冰箱里取出来了 我把里面加了少许的油 搅拌一下 其目的是为了让这个鸡肉的 在烤的过程中鸡肉的皮肤更漂亮一点 然后呢,上色更油亮一些 金黄一些 然后放在旁边备用 花椒10克 用水冲洗了一下 辣椒50克 也用水冲洗了一下 这时候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们 撕一些以后 待会在炒的过程中间 不容易被糊掉 它们有的时候会放一些醋 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么的臭辣椒 好了,现在我把冲 准备的冲剪成了冲段 现在我把肉放到空气炸锅里 现在370度我稍微 15分钟 我让它少一点点 我预计的12分钟 然后呢,370度 那边在炸着肉 这边呢,我就把辣椒剪成一段 这个时候 空气炸锅里面的时间是6分钟 我把它取出来 翻身 再把它放进去 之前面是12分钟 现在呢 6分钟的时候翻了绳 再6分钟再烤一下 这个时候 辣椒我切成了段 那个花椒也倒在里面 然后呢 再拌一下 等到 那个鸡 在空气炸锅里面 好了以后 我就开始炒辣椒 再准备了一点熟的白芝麻 好了 12分钟好了 我一共是12分钟 6分钟翻一个生 但是我不知道里面的色泽怎么样 如果不行的时候 我可能还要再烤一会儿 现在看了一下还可以 摸了一下大概油温有50度左右 50度左右 我把这些放下去 记着 中火翻炒 倒辣椒 鼓起 花椒 粮子 一压 成粉时 就起锅了 刚才我加水的目的是 为了让辣椒 被水稍微的湿润一下 它不会被炒糊掉 这个是最关键的 刚才倒了少许的油 一点点 溢死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皮线豆瓣 四川的一种豆瓣 下去煸炒一下 因为我尝到了那个 那个肉 并不是很咸 然后这个豆瓣呢 是非常重要的 皮线豆瓣 这是四川人最常用的 一款豆瓣酱 炒 那个 就是什么 回锅肉啊 很多的四川菜里面 包括做火锅 都用这个 好了 我现在豆瓣酱差不多了 然后我把肉倒下去 来看一下 这个肉像是油炸过的 因为这个肉是要 要炸个两三次 如果真正的辣子鸡丁的话 它要炸很多次 那个辣椒也是油炸的 但是现在我用了空气炸锅以后 再加上稍微少许的油 把这个炒一下 这个豆瓣酱非常的香 让那个辣子鸡丁 更入味儿吧 我现在放了一小勺的糖 再把葱倒下去 再把芝麻倒下去 再把辣椒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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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香的辣椒籽和白芝麻 再加上麻酥香脆的青花椒 与鸡肉的完美组合 满口的家香味 在此 谢谢空气炸锅的功劳 还有皮线豆瓣 千万不要忘了家 一道正宗少油健康的 重庆辣植鸡丁就完成了 它的红红火火 给年夜饭带来喜庆 死川唠涛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火家欢乐 学习红红火火 事业红红火火 财运红红火火 谢谢大家收看